全球风险资产波动较大 市场要警惕的交易快讯有哪些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经历了上周市场的暴跌后 全球风险资产开始了反弹上涨 近期的加密货币的暴跌 象征着一系列风险资产面临压力 过去两天的剧烈波动 就是最新鲜的例子 虽然比特币目前反弹重回至2万美元关口 代理整体加密货币市场逆转跌势 但也有很多分析师警告称 喘息时间可能很短 总体基调认为负面 因其货币紧缩带来了宏观阻力 截止6月20号 美股三大股指期货纷纷上涨 标普500指数期货上涨了0.47% 国际油价拉升上涨 WTI原油在经历了7%的大跌后 反弹近110美元 此前对美联储大幅加息影响的担忧令油价下跌 周末 美国能源部长也警告称 市场的需求将继续拉动油价的上涨 汽油价格可能居高不下 尽管美国在6月份短期展望中预计 第三季度汽油的平均价格将达到每加仑4.27美元左右 但这一预测可能会被地缘政治事件所改变 随着通货膨胀继续加剧 美联储积极应对市场可能会继续动荡 投资者担心在一系列国家积极的货币紧缩政策下 资产价格将进一步下跌 美联储理事沃勒在最新的评论中也表示 如果经济数据如他预期的那样 将在7月份的美联储会议上支持再次加息75个基点 但同时随着美联储采取激进的措施 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胀 有关美国经济将面临衰退的言论甚嚣成上 美国官员开始频繁出面 为衰退担忧降温 当地时间周日呢 美国财长耶伦在接受媒体采访中也表示 美国经济会放缓 但不至于衰退 强劲的消费和劳动力市场都是积极的因素 他预计在未来几个月里 通胀的速度可能会下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